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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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接下來就來推薦兩個簡單的配置 可用於所有較高的軸心 喔 不斷承受撞擊 一次攻擊 接住了 好像好像不穩 本集由FUNFAST TOYS贊助播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天線 今天我們來看到的是這一個 BX-13 騎士長槍 480HN 這是一顆防禦型右迴旋的陀螺 使用者一樣是他 看他的名字設計 感覺會用出7顆不同的陀螺 並且這一次是沒有附發射器的小包裝 這顆圖的零件呢 是主打較高的設計 運用較高的攻擊點去下壓對手 好的 那我們接著來進行零件的介紹 騎士長槍 32.67G 右迴旋三眉刃 POSE的側邊附有3個小凹槽 碰撞時勾到也能再次彈開 與傾斜狀態打到對手的固所輪盤 一樣能增加爆裂的機率 相較一般鋼鐵戰刃的合金踩整體往上 能提高攻擊的位懼 不過也相較容易露出固所輪盤 自身容易爆裂啦 目前是個風險較高的鋼鐵戰刃 需依靠斜射或是未來的零件來補足 4.80 7.02G 4個撞擊點 跟這次的三眉刃配重稍微偏重 80雖然較厚 陀螺高度提高 但緊度上會比60的還要緊一點 可以更換成三個撞擊點的3.80會比較理想 HN軸 2.14G H是較高的意思 顧名思義就是較高的N軸 除了露出了這一款厚度較厚外 在軸端的斜面角度也較為平緩 比原本的N軸高出1mini 在傾斜時 固所人盤較不易吃地板 能用較高這一點去搭配下拉的攻擊戰論 來讓對手失去平衡 尖端的構造與高度射擊時 也較不易往外衝 首先是騎士長槍的平射 進全力發射還是不會往外接軌 是一個相對能在盤中央運行的一顆陀螺 那全力發射的平射下都會有這個穩定的問題存在 但後期會來到平穩的狀態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再來是斜射 其實這一開始就可以蠻穩定的往中心去跑 還蠻不錯的 大家是建議可以更改一下軌跡 不然對方只要接軌 很容易把你給撞出去擊飛 那最後來看一下尾塑的部分 還不賴 在最後由於斜面比較平坦的關係 吃底板前都還能保有不錯的迴轉力 那麼接下來就來推薦兩個簡單的配置 可用於所有較高的軸心 第一個是這個惡魔紅蓮 480HN 4沒刃的下壓攻擊 用80增加高度 4來避免故索輪盤外漏太多 騎士重盾 380HN 3沒刃的下壓攻擊 能給予較強的下壓幅度 80同樣增加高度 3故索的安裝方向 會改變陀螺的穩定度 故索輪盤露出時 配重較為平均分散 旋轉時相對平穩 但由於故索輪盤露出 較容易被爆裂 反之 故索輪盤遮蔽後 較不易被爆裂 但由於配重較於集中 運轉時的穩定度降低 就連在HN軸這樣的簡單軸心 較為明顯 所以玩家一顆等待之後 較高的其他軸 看能不能彌補這一點 那麼接著就應用這兩顆陀螺 來進行簡單的對戰吧 哇這個搖閃 這個反擊 有沒有看到 他們相撞之後 和惡魔紅蓮的高度 是相對高出許多的 這個剛才被撞了之後 直接停下來 還有轉一點點 所以應該盼惡魔紅蓮回轉獲勝 差一點點撞出去 哇 那每次撞擊都可以看到 HN軸的高度 明顯高過對方 不錯不錯 不斷承受撞擊 但對方回轉力消耗比我們快 看能不能壓制對手 有有有有 對方傾斜過大 先吃地板了 很好 這感覺就是這個HN軸 所要打的一個對戰方式 一次攻擊 接住了 好像有些不穩 那最後兩邊回轉力 又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展現下壓了 很好 反擊成功 其實動盾想要穩定的話 還是會有這種 比較容易爆裂的問題 三次強力的撞擊都撐住了 後面可不可以 可以 還算不錯 一度出去又回來了 阿 撐住不要再被撞擊爆裂 很好 這個搖閃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 騎士長槍 以及兩個這個 配合這個HN軸所做出的改造推薦 分別是 惡魔紅蓮 480 還有這個 騎士重盾 380 喜歡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讚拜託 新觀眾也記得訂閱追求 影片結束 掰掰 等等 訂閱 指揮 千萬元 你 可以 你知道嗎 還是 個橋